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肖雨良 在《中级笔记》里我饰演张启琳小哥 这个角色在我心里 我之前觉得他是一个 就是特别强大 然后很帅 然后很冷漠的一个人 但是到后面 就是看完小说 看剧本 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 让人很心疼的一个人 他给我的感觉 因为我有一次在那个车上看剧本 我都有点想为小哥流泪 因为他真的就是那种 就是他一直在找寻他自己失去的东西 然后他很强大 但是他强大 他不是天生很强大 他也是经过了一些很多很多的事 然后让自己练得很强大 他也会流血 也会就是受伤 只是他不说 不来表现出这种疼痛或者怎么样 接这个角色的时候 压力是特别特别特别大 不过我觉得也挺幸运的 因为之前演过一次张启琳 然后再一次演我觉得很幸运 但是压力太大了 现在就在片场 就很大 我当时沙海波的时候 我有看他们对我的评价 然后有些认可 我觉得就很开心 就是但是还有一些就是 假如说一些建议或者意见 我也会去看 而且我也去看了就是别人 之前那些演员演的所有张启琳 他对他们的评价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我去接见一下 然后学习学习像他们 就以后吸取别人对别人的评价 最大的挑战 最大的挑战就是台词太少 特别难演 他有些表情就是那种 不能做得很明显 不能做得很放 因为他表演一直是很收很收 但你很收很收 有时候大家就觉得你没有反应 你知道吗 而且剪辑事业很辛苦 因为他们四页的纸 我一句词没有 全程反应 他们说十分钟的话 我一直在反应 他就是那种没词 但是你全是内心要去 care别人 然后就是很很很难 我觉得这个就是没词很难 还有一点就是打戏很难 还有就是这天气也太热了吧 比如我们三点钟 然后跑一个野河的河道 就属于到这儿了都 然后底下三点钟 不知道底下有什么 我就害怕有蛇 你知道吗 没办法跑吧 就跑 然后还有就是 因为现场在版纳 就真的有蛇 我们现场看到过蛇啊什么的 就害怕发生脸 对吧 幸好没有 然后还有就是抹泥点上 大热天的 其实巧克力酱 抹巧克力 然后脸上巧克力就干了嘛 然后再敷着巧克力 就感觉自己就是巧克力人 不是泥人 然后我也尝了 花絮里头露了 还可以 刘宇宁老师 他就是特别特别好 人特别好 没脾气 然后特别平静温和的一个人 我觉得特别好 小夕就有点皮了 小夕就喜欢现场闹一闹啊 玩一玩啊 然后反正就跟胖子 我们一起就会闹一闹 但刘宇宁老师就比较平稳一点 跟戏里不太一样 我家这个狗的名字 是我拍的一部戏 我角色的名字 然后我妈 因为那部戏我刚杀青 然后我妈就养了一只狗 然后她就把那个狗叫了我戏里的名字 你说气不气吧 我刚开始没做演员的时候 我觉得我帅 每天拿刀帅啊 嗯 但现在我觉得好苦啊 就尤其我就拍这个戏 就是我得卖力种 得了一个月了还没好 到现在我现在还有卖力 我觉得这个卖力种是接戏的 就自从我从那个取近去了以后 就一直得卖力种 一直到现在 有可能是工作的原因吧 反正一直没好 不过没事 幸好我有头发 能遮住它 然后还有就是 现场一定要注意安全 然后就是针刀啊什么的 就会把手 划掉 因为有一次不小心 就把这划了 但幸好那个医生的缝和技术比较好 他给我缝的特别好 我还缝的时候我还说 我说医生你一定要给我缝好 我是演员啊 我用手演戏的啊 我说我这手 然后他说好 然后分完以后还问我 说你看分的满不满意 结果还不错 就没有什么伤疤 你们一定要来看我们的终极笔记 因为我们这部戏拍的特别辛苦 我们也特别用心去完成了三个角色 以及后面好几本书的一些细节 希望你们可以在剧里头发现一些 小说里头的还原尽头 嗯 小哥 你辛苦了 我选 我选 我选胖子吧 对 因为胖子他肯定会带吃的 然后他胖 然后他比较欢乐 对 也可以欺负他 厨艺 就是方便面级别的 就煮方便面 然后往里加料 然后西红柿鸡蛋 方便面 不受限制的话 我想扮演就是早上是那种 那种送外卖啊 或者是那种乖乖男 然后戴个眼镜那种 然后到晚上就把头发这样撩起来 然后就开始 嗯 各种就反正就是 就是人格分裂 对 人格分裂 家里人的身体都还挺健康的嘛 然后我也身体健康 然后 就是自己有自己足够的钱去生活 就是正常生活 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喝什么喝什么 一起旅游跟家人 家人身体健康 然后慢慢长大 嗯